其实你已经知道 电场跟磁场 电跟磁 其实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分开的 它不是independent 它因为磁可以生电 电可以生磁 以至于它已经现在变成是什么 它是不同形式 一起的两面 好像双面下挖一样 一下子用电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下子用磁的形式来表现给你 所以你现在你已经 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说 接着我们要讨论的 所有的问题 电跟磁已经分不开来了 OK 所以我们接着我们会看的就是说 那电跟磁 你都是随时间在变化的物理量的话 那电跟磁是随着时间怎么变化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Mustle Equation里面 我们接着我们要去探讨就是说 这个电跟磁随着时间的变化的时候 就好像波动一样 而且这个波啊 它的速度啊 是光速 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起始点的时候 你现在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了 既然你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坡 水坡神坡都有波动荒尘式 对不对 那这个波动荒尘式 就只有两一个形式 一个就是你的位置在改变的时候 跟时间在改变的时候 它对位置为分跟时间为分 我把它写过去一点 对位置为分跟对时间为分 我把不要写E好了 U 已经X 只考虑一个方向 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波动荒尘式呢 这边有引进来一项 就是 这个波动荒尘式的 这个波动的传递速率 OK 我们未来 携带的一件事情是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 这边是负号 我希望把 这个U的角色 把U的角色呢 转换成电厂 或者是磁场 换句话说 它可以是电厂 或是磁场的情况 这是接着我们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边 你既然要探讨它的情况之下 那首先我们说 Mustle Equation 这四个Equation的部分 那我们很简单的 从第一个来 刻一 是等于 负的 Long V Long T 我们有两个东西 还没有引进来到这个Mustle Equation 两个Potential 那Potential跟V的关系 你已经知道 Veta Potential Kr就等于V 这是你已经知道 所以 你把它带进去 我说 Kr1 加上 Long Long T KrA 这个应该要等于0 这是数学 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但是 因为你这样写以后 你会发现有一个 问题跑出来了 一旦这样写以后 我把它Kr 拿出来 E OK 然后 加上 Long A Long T 这个等于0 那同学会 回到我们的 向量分析上面 任何一个 函数 Kr以后 等于0 我可以把这个函数 Divergent V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玩过的游戏啊 当时玩的时候 是没这项啊 E是等于负的 Gradium V啊 对不对 好 所以 第一件事情 你还是要符合 原来你玩过的那一套东西啊 那原来你玩过的东西是什么 E是等于负的 Gradium V 一定要 只是它的条件是什么 它是静电 OK 所以你现在 在静电的时候 是等于负的Gradium V 你要 符合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东西等于0的时候 在静电的时候 你要符合 对不起 这个 OK 你这个要符合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一项 你直接 就可以把它 Modify 变成 负的Gradium V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部分是 时长随着时间在改变的 才会有进来 那已经 在静电的时候 这一项就等于 0了 所以你符合 就回归到 原来我们动电的情况 换句话说 在 电场随着时间在改变 或者是 磁场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 Diamenic的时候 OK 所以 或者是我们讲 Time Valor 这样会好一点 好 那你现在 在 随着时间改变的场 的底下的时候 你就 所以我们看到 你现在 你要看 电场 1R 是有两项 1项是静电场 引起的 1项呢 剪掉 Rong A Rong T 这一项是 因为 石变场 所引起的 这项 石变场所引起的 东西 你一定要小心的 处理它 OK 这是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 这一项就 跟什么有关系 这一项是跟 Charge Distribution有关系 而这项呢 石变场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这两个部分 你可以在 把我们之前 对于 这个 Meta Potential 跟Scaled Potential的东西 把它拿出来 看一下的话 那你会知道 Scaled Potential 是4π1.0 分之1 然后你跟 Charge Distribution有关系 ZoeDV Plant 然后R 你要计算 这边R 这边就R 还是大R好了 因为大R就等于 R减R8 OK 这边的A内 就变成是 4π μ0 OK R J DV OK DV Plan 这是对DV Plan G 这是两个 跟物理量有相关的 那记住了一件事 我写的这两个关系 都是在 Crasi Crasi State Condition 里面 所谓 Crasi State Condition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在老远地方 你去测量 你的电位 你去测量 你的Meta Potential 或者说 你去测量 你的电场 你去测量你的磁场 是跟 这一个 的传递速度 是没有 关系的 你没有考量 你在这边的变化 反过来的话 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是说 一块地方 它随着时间 在改变你的 Charge Density 的时候 在远处点 你要测量的 它不是马上反映到的 因为什么 电磁波 的传递 不是无穷快的速度 它要有时间 Propagate 所以 这里的 电位 这里的 Charge的 改变 对这里的 电场 磁场的影响 通通是 对什么 对 它有一个 Retartation的 Effect OK OK